当然,第一个要先定义名称 那定义哪些名称 这个题目里面有要求这些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其实它里面也有其他的要求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公式里面 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这一个工作 等于这工作部 这个也是有档案 里面有哪一些名称 全部都会放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那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些名称呢 其实它已经帮你对应好了 其实它对应哪些啊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后面这些都已经对应好了 因为这些名称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对应到这些啦 这些名称它已经都帮你对应好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好像 会让有些同学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来的 干脆这样好了 请你们先找到名称管理员 全部把它删掉 也就是先把它归零好了 什么都没有 从头再来好了 不然的话呢 有些有有些没有 你不知道哪些是本来就有的 或者之后你自己加了哪一些 那我们干脆怎么样 先到公司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先把它全部都删掉好了 好 按确定 把它关闭起来 第一个它要做什么 总发行股数建一个名称 那怎么建比较快 请你点总发行股数 C1的储存格这个地方 定一个名称 那它很聪明 它会自己帮你去抓到前面的名称 所以总发行股数按确定 这个就是总发行股数 所以以后你按F3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总发行股数就出来了 所以以后 反正你就名称定义好之后 以后记得按F3 那这个分配银鱼 当然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它会自己抓那个名称 或者是说还有第二种方法 我刚才前面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先把它复制这个名称 然后再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直接在这个格子里面 把名称输入上去 再按一个Enter 这样子也是叫定义名称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哪一种方法比较快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 不过如果前面已经有名称 我感觉好像用定义名称 会比较快一些些 不然你还要复制贴到这边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有些时候选取 比如说像这边 配骨数量表 这边我需要做一个配骨数量表 那我还要再定义名称 还要再输入名称 我觉得比较不方便 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 直接在这边按Ctrl C 把这个名称复制之后 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游标放上去 贴上 Enter 好像这样比较快 所以哪一个方法快 你就搭配一下 有这些方法 这边税率表 坎兽C 把除了标题 记得蓝位名称不要选到 这个范围怎么样 把它贴上 OK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范围是每一个 上面都要 对应到底下的资料 所以最快的方法 还记得吧 古东姓名 按Shift键 再选H58 OK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利用哪一个功能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打钩 它会怎么样呢 就把上面的所有的 有没有 一个一个帮你 对应到底下的范围 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OK 按确定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有 1234 然后在这边八个吧 总共会有12个名称 那这边就会有了 也就是说以后 我需要用到那个范围 按F3就可以了 应该知道那个方法 所以以后 我建议你们如果说有一些资料处理之前 你先做前日作业 做完之后配合F3 其实我觉得工作就会变得很轻松了 那这边的话会用到那个 V6函数加那个 H6函数 主要是这两个函数 当然如果你觉得 不喜欢用这两个 你也可以把那个 我们上礼拜讲那个 Match加Index 配合上去 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说它的业绩 有1450万 那它应该分配多少股数呢 是根据配股数量表而来的 不过这边配股数量表 是以万元为单位 那这边是以 它没有一万 所以必须怎么 把业绩再出一万 再去查这个表 对不对 查回来就是它应该 分配的股数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的哪一个呢 那因为这个配股数量表 它的栏位名称在上面 所以记得这边应该是用什么 用无意乱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它的业绩 必须除以万 因为它是以万元为单位嘛 对不对 然后对照表的话 就是这个 配股数量表 所以按F3 你去找到一个叫配股数量表 对这个 然后查回来 因为它里面有三栏 1 2 3 那你又不知道 你点这边一下 它会自己切过来 1 2的话是 对 有点是装饰的 3才是你要查的 比如说它是一千多万 那应该是三万五 然后 Cover Index是查回哪一栏 第三栏 对不对 1 2 3 然后查询方式的话呢 记得你不能用零 因为一千四百万绝对找不到 所以你要输入什么 输入1 它会找 这个数字 一千四百 但是不大于哦 它一定是找往下的哦 所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很快就查出来了 那往下点两下 那往下点两下的好处是哦 以前呢 你如果不是名称 你必须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怎么样呢 选取按F4嘛 可是呢 因为名称是固定的 所以呢 你不用再按F4了 这也是额外的好处啦 所以以前你很习惯的 还要再把它锁定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我觉得 好像便利的地方还蛮多 第一个 这个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然你将来显示的话 有可能是显示什么 配股数量比较金碳号 然后那个范围 那有的时候哦 你还要在F4 然后又锁定符号 会变得很冗长啦 所以相对的我觉得 可阅读性哦 这个方式会比较好 好 再来也不用说锁定 再来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怎么分配呢 当然我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公式 这个所谓的现金股利是 原有股数 与分配股数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再变成一个公式 再除以总发行股 再乘以分配盈余 那如果你把这个公式 稍微记一下之后的话 那再切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直接什么 有没有放到上面 等于F3 原有 它原来有的股数 再加上什么 它分配到的股数 那分配到的股数 要按F3 直接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呢 再把它刮扶一下 等于是把那个公式 直接再做过一遍 除以F3 总发行股数 在这里 再乘上什么 F3 分配盈余 按确定 打勾之后的话呢 现金股利就算出来了 那即便我不太知道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至少我知道公式 我就可以很快把它完成了 那税率的话呢 是根据这个现金股利 去算税率表 它应该缴多少税 所以这边的话呢 根据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是 是怎么样 它要什么 原有的股数 与分配股数 所以要把这两个相加 再去搜寻税率表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的话 两个相加之后 再去查 所以 刚刚这边已经有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了 所以我有时候 我会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一下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去查税率 不过税率的话呢 因为它栏位名称在左边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这个地方 我必须用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找H路卡 不能用V路函数 然后找什么呢 找 把刚刚东西贴上 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但是 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必须怎么样 刮幅之后 再除以万 否则的话 它会查不到 OK 就是各式 OK Table array的话 在F3 一样去找到税率表 在税率表里面呢 帮我找找看 然后我要查回来 是第三列 查询的模式的话呢 是1 找接近的 这个时候 它会找到 0.12 按确定 那税率的话 就马上算出来 有没有 如果它这个地方 它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原有股数 如果 当然是5万以下的话 50万以下 基本上就6%了 那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呢 基本上 这边也有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公式带进去就可以 所以你F3 等于F3 乘上1-2 水底 也不就有了 再计算排名 再栏宽自动调整 这一题就做完了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如果说 你将来每次都要重做一遍 会很花时间 所以你做完之后 最好在旁边怎么样 再加两个按钮 也是跟前面有没有 做过类似的 也许这边有个按钮叫计算 一个按钮叫清除 你可以按下清除 把旧的清掉 再按一下 也许你前面资料有更新的 它会自动帮你再把资料 再算一遍 那你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重新再做五遍了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要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啊 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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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